你知道有哪些兵器即将要失传了吗 或者说有哪些武功即将要失传了 这个说实话 我们中国的传统武术呢 它的发展其实比不上这个跆拳道啊 这个基建啊 这些现代的一些兵器或者武术 没有人家发展的好 人家呢 应运时代需求啊 发展的越来越好 但是你看我们传统的拳术 什么 太极八卦呀 什么这个螳螂拳呀 男拳背腿这种等等等等 它逐渐的有很多慢慢的练的人越来越少 特别是年轻人 其实你在公园里边去看 像我这么大 或者是我再小的一些年轻人 很少有去练习这种传统武术的 你更别说 比如说这个啊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 这颗锐对吧 或者是流星 以前练杂技的那种 这个我以前总给大家分享啊 把它转的特别花哨这种 还有衣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个是我师父跟我讲过 就是用一件衣服 然后呢 这个衣服的这个边缘的地方呢 挂的都是铜钱 用这个衣服去练习的一个套路 用这个铜钱去伤人 然后去蒙头 去琴拿 各种技巧 基本上我是看不到 在网上有人去练的 很少这样的资料 所以应对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 我们很多的武术 很多的东西 马上就要失传了 有很多以前的这个杂技啊 或者是江湖戏法啊 什么苏古宫 鬼手那个三仙鬼洞 其实这些逐渐的在失传 因为年轻人多数 吃不了这样的苦 我们练八卦 我师父跟我讲 前三年其实是不教你任何东西的 你是要练什么呢 转圈 大家都听过那个同龄传吧 这个同海川 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练这个走圈 绕大树走圈 其实就是练脚下的这个 八卦的这个功夫 你把这个功夫练好了 你再去练八卦里边的一些东西 那就特别容易了 但是现在人呢 你想让他三年练这么一个枯燥的东西 你别说三年三个月 他就已经跑了 人家练散打搏击的三个月 可能他已经能 站在那台上 两个人相互去拆招了 去切磋了 但你还在这赚大树 这个就是一个是在打根机 一个呢是从实战出发 用什么我练什么 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啊 就是套路不一样 只不过这个散打搏击的套路呢 更适合我们现在发展 要不人家怎么能发展的这么好呢 对吧 所以呢 其实这些马上要失传的兵器啊 武功啊 其实还是很可惜的 如果能有人继续的把它传承下去 我觉得还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儿 我觉得还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儿